墨西哥軍方查獲邊境運毒隧道 墨西哥軍方發現一條建造中的走私運毒隧道 位於美墨邊境一西部城市的一棟未完成建築下 這棟建築位在該城市國際機場以及當地聯邦警署附近 警方逮捕九名嫌犯並將施工用的卡車也沒收 現場照片顯示隧道非常狹窄 墨西哥當局表示隧道目前新建到150公尺長 看起來還沒跨越美墨邊境 美國當局自2006年起 已經查獲八十幾個跨國邊境的走私隧道 TOMER NEWS原創貼圖開賣囉 快到Line Store下載吧 出� fireplace Line're P B Line Line F Lin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